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 ABC和华盛顿邮报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 由于对拜登和特朗普不满 大多数选民对两者在2024大选中再次对决没有兴趣 据报道 近60%的民主党成年人不想看到拜登再次获得党内提名 而在共和党方面 约一半人不愿看到特朗普成为其党派总统提名人选 此前报道 特朗普于2022年11月宣布他将再次竞选总统 但他面临着许多潜在的党内挑战者 拜登曾表示他打算寻求连任 但尚未正式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 假设两人2024年再次对决 特朗普和拜登的支持率分别为48%对45% 此外民调显示 自2021年9月以来 拜登的总体工作表现评分一直处于低谷 他在处理经济问题上的支持率仅为37% 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支持率为38% 在美墨边境的移民情况问题上的支持率为28% 此成受访者表示 自拜登就任总统以来 他们的经济状况变得更早 这一比例创下ABC和华盛顿邮报民调37年来的最高纪录 只有16%的人表示他们的经济状况更好了 当被问及涉及拜登和特朗普的机密文件丑闻时 45%的人认为特朗普故意做了非法的事情 只有17%的人对拜登持此观点 近一半的人认为拜登行为错误但不是故意的 16%的人认为他没有做错任何事